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那个我至少从这一局他们定的这个规矩里面应该给看得出来吧 就是这个比较确实是挺挺强的 好 那咱们慢入侵 开南蛮着肯定是终身啊 因为现在曹操主嘛 曹操主的话他就需要的这种牌的嘛 而且现在开A这种牌的话曹操自己还可以过牌 等于说他支持这种牌是非常非常关键 好 我们看一下贾许啊 贾许的话 这个是魏贾许啊 不是那个群贾许的 好 看一下这个张继 有的时候这个张继 张继 还有那个什么 还有一个那个 乃姓张老武将傻傻分不清楚的 这些武将 每个武将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啊 好 当然可能是那个 给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张继啊 北地枪王什么什么不白的啊 这个什么 他那个可以定点爆破的嘛 好 那么 这个是反贼 好像张琴是那个张鲁的女儿的啊 就是说现在总是引入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物的啊 就好像来说那个一些那个啊 这个是忠诚哇塞 这个许游居然是忠诚啊 这么这么这么神奇的这个当然这个历史上曹操最后是把许游给他咔嚓了啊 好 那么毕竟作为虽然他改变了中国对吧 但是最终的话 从让曹操不爽 所以他热把你干掉的啊 好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戒刀杀人 他压我们的刀没了 其实对于我们唐姿来说武器也是挺重要的 当然唐姿一方面是武器 另一方面唐姿要密切关注场上受伤的情况 这个唐姿这个武将技能大家看一下啊 我就说如果您要是呃不玩三国杀 只看我的视频 我相信这样的人应该是很多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玩家和对这样的观众 我是最喜欢的 我觉得大家就是这样 就是说呃 本身这个这个吧 我我说句不客句的话 本身就就就就今天就是个样子 你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了啊 然后当然我们看看视频 我们还是可以的嘛 然后我们聊一聊呃 一些有趣的故事啊 你看这些好开啊 也是可以的啊 好 看剪过去啊 武器也可击 嘿 这个张鸡这还真是可以耶 你看他这一个藤甲还真是把卡住了啊 这个他这没完好无损 你看 当然那个我们不是说受伤的人越多越好 他跟那个孙浩不一样 就是说对唐姿来说受伤三个人就够了 那不像孙浩 如果孙浩孙浩可能受伤 那他就可以来一个大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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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技能叫啥来的 我忘了 反正这个孙浩那个技能就是可以那个摸牌的嘛 好 九个杀 哎呦这个两个啊 锅图旁计很很累 嘿你别说他们俩都是元烧的 这个部下的 好像就是 呃 曲游被被被被被猜忌 然后他就投奔了这个曹操 没想到这凡员工两个博士都在开始辅佐曹操啊 所以说这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场景 好 咱们的话 你看咱们这个将能力就不一样啊 你看我们现在是这么一个残的状态 对不对你看这个能过牌的就是不一样的啊 你看过牌 好 然后你看瞬间状态就就回好了 你看 刚才我们还是一个奄奄一息的状态 我们现在 甚至我跟你说 现在你你不能说满血复活 但我觉得差不多了 因为呃 你有一个桃子嘛 对不对 然后你待会再过一下的话 很可能真的满血复活了 好 当然现在来说的话 那个他们想坑那也坑不了 因为我们状态很好的 你想要杀这个给你给他收 没什么可说的 给他收 因为收掉之后的话 现在你看都是三个人 现在还是三个人 那个都处于残血状态 那你就不停存牌啊 你就当个吕蒙用 而且你肯定是加强版吕蒙 肯定是加强版吕蒙的 哎 这个地方好吧 那也行 因为你拿一个武器的装备 你也只是过一张牌啊 哎 没有什么大的意义 反正你有这个八卦了吗 好 就是这样啊 等于说我们是不用丢牌 但是我们关键 我们还有这个寻寻 我们可以过牌 所以我们这肯定比吕蒙抢的 因为我们自己可以过牌的嘛 比如吕蒙的话你存 当然你没有攻心啊 但是你虽然没有攻心 但是你可以拿装备啊 拿装备来过牌 哎呀 漂亮 而且这时候他们吃不进去 也突不出来的 就是一个状态 这个时候让对方对面 都非常非常头疼 因为连堵在我们手上嘛 你奈何不了 我们拿乐 你再拿呗 这无所谓的啊 这个我看我们 拿门的什么 哦 乐还是哪个乐 那个他现在呢 跟带合不了 哎 你看 这个很 很很伤的 这家伙 这家伙刚才 呃 打错了牌 我感觉啊 他刚才如果把桃子吃起来 然后乐一下我们 那就要出师的 我才发现这有个问题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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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反贼 拿着反贼 反贼如果是说压阵那间 也不算坑那的 我感觉刚才那有点危险 他如果把桃子吃起来 然后乐一下我们 我们就要丢牌了啊 那就是新星空无几十年 一朝回到解放前 那个场景也很炫的 当然如果真那么做了的话 我也会拉到视频里面来的 因为本人视频 看的视频就是图个乐的嘛 好 所以说你这还是挺危险的 所以说我觉得 唐资最好还是每个人 都是掉不止一血 这样的话 省着你那个啥 呃 你来坑我们 哎呀 这一些的话 这个这个也能理解啊 好 这个啥 好 打掉 那么打掉之后的话 两个人单挑里面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那就这个必须要丢牌了 这也没什么可说了 必须丢牌了 因为单挑里面 不存在这个问题嘛 所以说单挑里面的唐资 呃 就绝对不可能当旅盟用的 你想刚也没有用 但是这种状态应的挺好 我觉得你打的应该不搭的 好 过河拆桥 好 拆掉 然后这个其实曹操 也不是完全不能打 如果这一盘曹操就投了 我觉得这个曹操投的 哎 怎么说了 我觉得这个可以挣扎 因为你状态也不是很差嘛 虽然我们状态很好 但我觉得曹操 如果过一身状态 你未必打不过我们的 我觉得因为现在单挑里面的 这个曹操 本身是有能力的嘛 他吸这些牌 你还可以自己过一张牌 对吧 虽然说我们状态 视频也好 但是你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的 这个跟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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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自己我感觉还是可以 应该坚持下去的 这个也是那个 投降太早了 以至于大家现在 比如说什么法国曹操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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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 什么法国孙群这些啊 其实这个梗玩 玩是可以啊 其实实话实说 历史上的法国也没那么不堪的 你我给 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当然这个不是说法国都尾吧 反正有一个记录啊 就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是人类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当然有一个人有可能打破这个记录的 就是我们现在那位英国那位老太太 他如果再多活个五年 他就能打破法国国国王路易十四 那个记录了 好 到底能不能呢 我们拭目以待 好 这个打一下 哎呦 这个是戒流善 戒流善大家看一下技能啊 戒流善大家看一下技能 有时候现在这些武将变化都是挺大的嘛 好 那么曹丕 这曹丕肯定是反贼啊 他们俩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太不达了 其实理由论这个辈本来说 也没什么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孙坚和曹操是一辈人都同时起兵的嘛 那也就是说孙权实际上跟曹丕是一辈人的 因为你说最初的时候 起兵的时候孙坚和曹操都是参加 就说应该他们是一辈人的 结果后来 呃和和老贼共争天下的人是孙权 但孙权也是一个那个为了政治需要可以随便改口的人啊 你要叔父你就叫他曹公 你要不爽他你就叫他老贼 反正怎么喊是你嘛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啊 好屁看一下啊 那么无懈可击杀闪配过牌 许优还是可以的 许优还是这么一个状态还不错 好那蛮入侵 看一下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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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拳主的话 始终是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你如果不能以一个最好的状态的话 很可能被对方压制 但这一盘还好 因为这些忠诚基本上 帮助扎拳拉住了这个仇恨 就是说他现在虽然可能被曹批针对 但是他状态其实真不错 他找是满血嘛 如果反贼前期不能打出优势 后期打这个扎拳是非常吃力的 好那蛮入侵 看一下啊 咱们的话是没办法 看看翻谁啊 帮我骂一呦 我们这盘好惨啊 这盘的话 看来还要找个机会的 好 勒布斯手 好看一下啊 这个刘小胖呢 刘小胖的放拳了 放拳了放拳了放拳了 好大家看啊 刘小胖的放拳已经改过了啊 这个刘小胖的放拳啊 这不说别的直观上面 你看这个牌都不一样的 老刘扇如果俩下的时候 放完拳是一张牌 现在刘扇是两张牌的了 好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草丕杀 闪可以啊 我们这个许游这个还可以 出闪就可以过牌 好杀那么翻村让江 其实这一盘反贼如果这么打 其实还是挺吃力 因为草皮严格来说不是这么用的 就是说毕竟杀这张牌很关键吗 你通过杀草皮一翻面 那等于说你浪费一张杀 但草皮一滴血翻面 这个收益其实不值当的 那么最好的肯定是开 哎或者这种铁索我这种牌吧 来以草皮已经传统 这样的收益才是最大话吗 通过这么一刀一刀砍 呃很明显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是比较困难的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万箭启发 哎你别说这个曹英和这个曹丕都有这个技能形伤的 都有这个形伤成绩的好这个翻一下我们哎呦 我们全局都被这么翻哎呀 我们好痛苦啊 我们是想这个做一番事业 我们要改变中国的看一下啊 这个看一下这个杀 这个打死之后应该还是比较炫的啊 你看哎这曹英没有技能啊 我还以为他有他有那个 我以为他有那个那个刑伤的 这可惜了 不然的话曹兵得把他给剪的 好这个两不怕 孙权现在状态虽然说不是很好 但是咱们有两个桃子给保护 好死了这也肯定死啊 这个没什么可受给他受给他受给他受 我们许游的话这个 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打孙权 应该还是可以因为我们许游这个关键 这用杀这种东西可以无视距离的 而且你孙权现在是就是关键就是不要哦 这个的话这个韩兵 哎你别说我 他要是韩兵刚才那一下下来帮我们搞了两个头子 那就妥妥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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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这个坑爹基紧啊 如果他刚才那个韩兵帮我们两个头子搞掉了的话 好 待会刚待会应该还是可以爆发一会吧 反正有牌了吗 李典这个时候自这个时候李典做的没有任何问题 李典肯定是死期已知的 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 好 然后这个过牌 漂亮 好火宫先把姜维带飞可以啊 先把姜维带飞带飞之后 然后这个够了啊 两张杀应该是那个还是能把李典带飞的对杀一道好 打掉之后反正你有那个吗 你有那个火宫看一下啊这个火宫看一下黑坑爹 当然我们刚才那家用用掉了牌啊 所以他用亮一个梅花没问题的好 然后有点杀在手上这个好只要乐重了 待会应该就直接game over了啊 因为我们这牌应该够了好 这个应该差不多了杀杀 然后继续啊继续应该差不多一道搞定 取游这个牌过牌这个技能比较高 而且他自己这个拥有这种很强的这种爆发能力 所以说他也是非常非常强力的这样一个武将啊 好 那么视频就做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